或者说在前期主要还是中野的一个节奏 就你看到中单就推拉靠着自己个人的能力 就把火宇这边陆陆在线上压得很难受 而前期很想他没有去做大胜位就保护队 而这边是 应该是直接投降了 好的那么我们恭喜LD是拿下了这场比赛胜利 呃这个 就比较尴尬确实前期LD节奏太好了 是的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比较看到这种20分钟投的一个局 然后可以看到LD这边选手也是一脸懵逼 但是这把的话确实LD的一个优势还是太大了一点 呃确实音记这边的话在前期的节奏上面可能会差了一些 但是呃就从各个上面点来说的话 就下路在就比较靠近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面 确实还是被针对的比较惨的 而且上单的话 上单被针对的比较惨 导致他这边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支援到 好 谢谢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